怎麼這麼暗 妳們為什麼不開燈 怎麼這麼暗 社長 妳的眼睛 醫生說因為妳的腦部 受到撞擊 所以可能會看不見 不過這只是暫時的 醫生說妳一定會好的 說不定幸運的話 明天就好了 對不起 我沒有耍妳 我會這麼多都是因為我喜歡妳 我想要幫妳留下來 喜歡我還是喜歡看我出球 如果我喜歡妳的話 我可以幫妳當小丑耍嗎 當小丑有什麼難的 就算妳讓我去死我也OK 好 妳就去死給我看 好 那我就死給妳看 不用我的繩子 妳放心 我處理好 去幫我弄條繩子來 快 陳欣妮 在我臨時之前我要告訴妳 不管我今天做的什麼 都是為了妳 為妳假扮思議先生 為妳去上討異教室 為妳受傷 這狀況的不同都掉了 對啊 我也這樣覺得 兩千塊 這麼貴啊 不是啦 我是說 妳到底要怎樣才會相信 我是真的喜歡妳嘛 那我要妳以後 都不可以再對我說謊話 我沒有對妳說謊 姐妹綁架完全是個意外 對喔 哇 好意外喔 妳還是不相信我 好 好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 你等一下就把這個桶子 踢到下面去 你讓我滾到天上海角 你這樣我再也都不會煩你 怎麼樣 就算是這樣子的話 我還是不相信你 蛤 你知道為什麼嗎 來來來來來 因為啊 你剛剛跟史蒂芬周時演色 我都看到囉 蛤 你下去吧你 我就知道這桶子 你又有很多機關 這麼喜歡演戲 你怎麼不去當演員呢 下去吧你 我會想去天上海角嗎 拜拜 你也出腳太快了吧你 幹嘛 我 我的身材沒有棒 快點把我拉住 串熙 我真的 這串熙 來啊 串熙 小姐 請問一下 裡面那個季先生 他狀況怎麼樣了 明明還不知道狀況 好 星儀 星儀 紫儀 我的星儀 奶奶想死你了啦 奶奶 你為什麼這兩年 都不給奶奶打個電話 你怎麼那麼狠呢你 奶奶看一看 對不起 看一看 對不起 董事長 董事長 見不見浩家常的時候了 事早她還得點救 對 對 是誰啊 跟我們季家有這麼深仇大恨 把純熙放在桶子裡面 一腳踢下山 文藝有個什麼損失 我怎麼對得去列祖列宗 是 星儀 告訴奶奶 那個王八蛋是誰 奶奶 那個王八蛋是我 我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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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不起了奶奶 我以為純熙跟時蒂分舟 他們要聯合起來騙我 我以為那個桶子裡面有機關 我以為純熙 他要使出苦肉機來騙我上當 所以我就 一時傾起之下把他一腳踹 倒山下去了 我的天啊 陳仙儀小姐 你 你怎麼還先踹得住這一腳呢 你 哎呀 這個山上露水多 難免狡猾嘛 什麼 董董上 外社長還有什麼閃失的話 我們怎麼對得起 季家的列祖列宗呢 哎呀 哪個王八蛋亂講話 不是 嗯 哪位是季純熙的家屬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季社長的腦部的 威脅管破裂 所以引發了 視覺區的動脈阻塞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她的眼睛 會暫時看不見的意思 看不見 社長 醒了 成熙 社長 成熙 我在這 小心 小心 慢一點 小心 怎麼這麼暗 你們為什麼不開燈 怎麼這麼暗 社長 妳的眼睛 醫生說因為妳的腦部 受到撞擊 所以可能會看不見 不過這只是暫時的 醫生說妳一定會好的 說不定幸運的話 明天就好了 對不起 對不起 都是我的錯 我不應該把妳踢下去的 對不起 晨熙 如果你真的很生氣的話 妳可以罵我 對不起 對不起 不是對不起 淳熙 加油 淳熙 而且妳不是說嗎 妳眼睛其實暫時看不到 至少 至少現在有妳在我身邊陪我 淳熙 淳熙 欣怡答應在旁邊照顧妳 一直到妳好為止 耍小子 要把握機會 加油 欣怡 讓我求求妳 求求妳原諒我 不要再生我的氣 好嗎 我怎麼可能不生氣 我氣死了 妳是大笨蛋 誰叫妳進去桶子裡面 那很危險的 萬一妳有什麼萬一怎麼辦 我要怎麼跟奶奶交代 我要怎麼跟魔法林的員工交代 我要怎麼跟季佳的煉煮煉蟲交代 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再看到妳 感謝聖天 可以讓我再見到妳 不對 是可以再摸到妳 聖姨 妳真的願意留在我身邊嗎 在妳眼睛好之前 我會一直一直在妳身邊 一直照顧妳 要不要再靠給我 妳 最靠地 要是 從兒子 這 我們